我很自私 这个比赛没有什么国家情怀 民族大义 什么都没有 没有 就是纯粹的我个人效忠泄愤 这是一个很低端的想法 对不起 我就一个很低端的人 我没有什么那么伟大的思想 杉杰 杉杰 是一位最名的决定 不是因为他的印象 而在代表其中计不公 scoring 아니면是死唱第一次日本的日本人 41年纽体的骑士员 有可能自亥议中 她是他的第一次 他被放在山上 go further 把中国的大王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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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他自己 和其他中国的大王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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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due to a certain sense of bravado, which has garnered him some haters. 这个钉子就是我 By loudly calling out and embarrassing a cultural tradition like Chinese martial arts which is often tied to patriotism and national pride in China Xu has run into problems with Chinese authorities In the past, he's been banned from flying and even showing his face on TV which is why he's had to paint his face during fights 因为他们都疯我 但我自己是自由的 所以我化了妆 你可能你不能阻止我打吧 格斗就是格斗 武术就是武术 非得把一些什么所谓的爱国情怀 所谓的一些洗脑老百姓的话给加进去 但这并不禁止Xu Xiaogong在中国变成了 popular 他是一位很高兴的MMA战争 而且他在北京有自己的健康 你懂什么叫蹲下去吗 你又蹲不下去干嘛呢 他基本上就是断蹲的 我要的就是蹲 蹲下来 Xu's loud personality has gotten him into trouble with Chinese censors before leading to several of his Chinese social media accounts being shut down but his life in China totally changed when he publicly supported Hong Kong while anti-government protests raged in the city 香港没被废财 香港那些年轻人都是他们有为的年轻人 但我觉得香港就是同胞 我就是爱香港 很多人上来都觉得 Xu Xiaogong怎么上来就说这个话题 我憋呀 妈的哪都不让我说呀 比如说就是送中法案 就送中法案 完了他们很多人也就是很多网友也问我的态度 我觉得我的态度很简单就是 第一我是一个守法公民 就是尊敬守法 那么第二这个国家整个的政府也要尊敬守法 那么你已经定好了一国两制50年不变 OK 那就港人治港 一国两制50年不变 我哪他妈支持港独了 我哪他妈的说暴动人 我什么都没说 我就认为香港的同胞不是网友 他找我谈话 敲门到家里 我姑姑我们家我女儿开的门 我特别生气 特别特别生气 我违法我干嘛了 你们干嘛就这么过来 他们找我随便 好我们家的 不就跟我示威告诉他们 就告诉我 我知道你们住哪 你要干嘛 你是要威胁我们家人吗 而且原来风火 你可以有一个提醒 比如我说脏字骂人了 你提醒 现在什么都没有 直接讽没有任何理由 没有任何原因 我说我骂人无所谓 关键我提了很多建议 还有好多事全是真实的 Since Xu has felt pressure at home it's hard for him to fight publicly in China so he set up the biggest international fight of his career in Thailand which he hopes will lead to more fights outside of China and fulfill his dreams of being a respected MMA fighter 好了 之后 我们下周一可能就走了 去台国打比赛去了 我也是上级 你只能赢了 咱就能赢了 杀哥 加油 大笑 我得弄什么事 一直采访 跟拍 上三节四教 一直跟拍 完了一节大课 刚下 我先买个蛋糕就行了 现在什么 基本上没有什么宣传 就等着我能到台国再说 我现在到都到不了的话 什么都白说 现在就等着 等着 对于一般的运动员来说 都不可想象 徐晓冬现在都不宣传了 干 赛事方也挺牛逼的 什么能玩 为什么 就怕徐晓冬出去过来 都行 在哪儿换就行 接着和会计都一样 别在这儿 很多人 都一样 就好了 但组织 对了 都不宣传了 我们都不宣传了 都不宣传了 看来 留��這戰 Inside is the biggest real fight against proven athlete former Japanese kickboxing champion, hateful kra Tokugawa 门身不能上电视 所以我突然在国外打 因为国内有人看 所以我只能涂着 但是其实画一下妆什么的 我心情可能不太乐意 但是没办法 有些事我不能左右 所以说我们让他化妆 也是迫于一种 也不是说迫于压力 我们就想让中国的观众 能够完整地看到他的比赛 我们才这么做的 还好减重没怎么减 我现在是87长到80 然后还好没怎么减 主要是练 说他们也没想到 居然是一个41岁高龄的人 来打这个中国人的第一个 在伦平尼打的章赛 一场坏 一场坏 猜我 不许咬我 就咬人 说实话 很多人说东哥在哪看 我说你别看了 我说你就看外头的外网 转回来的视频就行了 没办法 这得有些时候 也希望 希望朋友 理解我们一些大陆的同胞们 我们都知道 但是 坏事 兄弟加油 祝晚上一些顺利 努力啊兄弟 应该在这里 走 哎 加油 谢谢各位 加油加油加油 他说最新的没有那么大岁数的 不乱说赢的支持你 谢了各位 谢谢哥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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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套路团团们 必须得那么大 我姑妈长岛上来应该是跟我 对对他肯定跟我缠斗 跟我肯定是缠斗 进来之后定了咯咯打 我也跟他想好了 金段跟他对拼拳 远了圈腿 这就是无奈 这就是无奈 跟你们 对对对 but 这个星云 本来的 我们是在与 APP ל�缠军 之前一面的 让他拍照 我们的 一位 工具 开启 绫 放松 如果你 听见了吗 这回没说错吧 没有 就拍我 就投诉 我化了妆了 这回说 我没召唆了 就没有投诉 再图形看一看 放开 给你们奥奥奥 直接把脏奥奥去 mind 许多 抗 好 加油 十九公 十 三公公 一給五兩 來 高校 高校 东欧帅不帅 帅 东欧扬不扬 扬不扬 扬不扬 憋了好久了 吃西瓜 我徐曉冬是为了我自己而战 为了我自己所认为的真理而战 我不为你们 我不为你们 包括那些所谓的粉丝 对不起我不为你们 真是说我谢谢你们 但是我不需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